其實一個TOP的KOL 四、五萬元一個POSE 其實是很普通的電視 一張照片 的雜 對呀 很難看 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天佑 我是KOL界的仙徒 KOL即是關鍵易建領袖 有些像過去的Vlogger 或者近年的網絡IG紅人 他們以用家的身份 分享自己的美容、生活、時裝 打機、愛情、甚至臭小孩心得 有他們給產品一個like 可信到隨時好過一些 不太關事的明星擺姿勢做代言 現在這個年代 KOL就像明星一樣 可能他們會代言不同的產品 會出席不同的活動 微博紅人一讚 品牌超送試用品 他的公司 就是幫商戶連結適當的KOL 做試用 這個我很喜歡 這個是Vlog2的電話 這個很貴的品牌 還特別掃上他的名字 以及他最喜歡的Beyonce 歌詞 750 我想我都不會再擺放 很多牌子 他們可能傳一些東西給他們 想POSE的KOL的時候 他們其實十個有九個都收到 就未必會分享 他們就是值錢在不受控 總之在我們公司 傳給他們的產品 他們就一定會寫 一定會POSE 那他的內容會是什麼 就不知道 Polypone由新年代寫日記起家 他正職是攝影師 模特兒和舞蹈員 IG上面見多識廣 粉絲最信任他的選擇和品味 只寫個HEE 和Edit品牌名 就撞到3789個讚 送來的三副鞋物護膚品 多到失爆間屋 都是要收到的十分之一 公平嗎 或者有時用不完的產品 我都不想浪費 可能塗面的產品 我都會塗在手、腳 希望整身都可以用到 我的相關就是 因為我自己對於拍照比較執著 試過一次 就是可能照片我撿了一萬 因為最後我都不要第二張照 每天花三至四成時間整理IG 無時無刻經營的生活品味和形象 是KOL天堂的階梯 中間啦 五位數字的中間 我覺得如果是兼職來說算是這樣 可能他們會覺得 拍照而已 有多難 寫幾兩句就有錢收了 你沒有自己的設定點 或者沒有自己的風格 你拍出來的東西是沒有人看的